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国际大事 首先日本外务大臣颜巫义最近访问了乌克兰 强调了对朝鲜与俄罗斯军事合作的共同担忧 他与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会面 重申了日本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 并讨论了可能的进一步制裁措施 乌克兰方面表示朝鲜军队的增援可能对整个地区构成威胁 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字节跳动的消息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面临美国禁令的不确定性下 仍然将自己的估值定在3000亿美元左右 这家科技公司近日提出回购要约 并希望透过高价回购股票来吸引投资者 随着特朗普的回归字节跳动 似乎对未来在美国的发展抱有一丝希望 但仍需面对法律挑战 最后我们要报道一起不幸的事件 在中国东部一所职业学校发生了持刀攻击事件 造成8人死亡和17人受伤 警方表示嫌疑人是一名前学生 因考试不合格而返回学校作案 这起事件引发了对中国社会安全的担忧 也让人们再次关注到持刀犯罪的问题 希望未来能够加强社会安全措施 保障公众的安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外务大臣访问乌克兰 强调对朝鲜军队的共同担忧 美国之音中文网 日本外务大臣星期六 11月16日抵达基辅 讨论朝鲜与俄罗斯深化军事联盟的问题 包括部署几千名士兵 支持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 日本外务省说 颜巫义 Takashi-Aweer 外乡将会见乌克兰外长 安德烈 西比哈 Andrei Sabihau 重申日本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强烈支持 并讨论对莫斯科的进一步制裁 外务省说 会谈的重要议题是 东京对朝鲜与俄罗斯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的严重关切 美国 韩国 和乌克兰的情报评估认为 多达一万两千名朝鲜军队 根据两国之间 一项重要防御条约已被派往俄罗斯 乌克兰官员上星期说 乌克兰与朝鲜军队发生了小规模战斗 同时 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 库尔斯克边境地区向朝鲜军人发射炮弹 乌克兰8月6日 对当地发动了突然进攻 西比哈星期六说 乌克兰情报部门相信 平壤正在协助莫斯科入侵 以换取俄罗斯的导弹 和和其他军事计划 他在与言无意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不仅对欧洲也对东南亚和中东构成了直接威胁 只有对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系统性的支持 才能阻止俄罗斯实现全面 公正和可持续的和平 西比哈还说 两人讨论了日本参与实施乌克兰 胜利计划与和平方案的 情况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在乌克兰广播电台的新采访中说 他将尽全力 通过外交手段 在明年结束这场战争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11月5日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后 人们将新的焦点 放在未来潜在的谈判上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和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Olaf Scholz 星期五 还进行了近两年来的首次通话 但泽连斯基警告说 俄罗斯更愿意参与谈判 并不意味着莫斯科真正希望结束战争 他敦促美国坚持其立场 及克里姆林宫 侵犯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国际法 泽连斯基星期六说 我认为普京根本不希望和平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不想与世界领导人坐下来谈判 对他来说 这打破了战争开始以来 这建立起来的政治孤立 坐下来谈判 而不是达成协议 对他有利 俄罗斯无人机攻击 乌克兰首都 连夜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 导致基辅奥波隆 奥波隆区的居民楼 和基础设施受损 没有伤亡报告 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 谢尔盖·波普克·斯萨埃·波普克 说乌克兰防空部队 摧毁了多达十几架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报告 俄罗斯星期六凌晨 向乌克兰发射了83架见证者无人机 其中55架被击落 另有30架偏离航线 或因电子干扰而失踪 与此同时 俄罗斯国防部说 摧毁了35架乌克兰无人机 包括在库尔斯克西部地区 摧毁的20架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美国禁令的不确定 中估值3000亿美元 美国之音中文网 华尔街日报星期六 11月16日 报道 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最近提出回购邀约后 将自己的估值 定在3000亿美元左右 尽管这家科技巨头 受欢迎的抖音海外版TikTok应用 面临在美国被禁的前景 报道说 字节跳动近日对投资者说 他正考虑以美股180美元左右的价格 回购股票 报道说 字节跳动的投资者认为 当选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重返白宫 对TikTok在美国的希望 总体上是积极的 特朗普六月份在彭博商业周刊采访中说 我支持TikTok 因为你们需要竞争 你如果没有TikTok 你还有脸书和Instagram 特朗普此前曾说 TikTok威胁国家安全 但不久后 他也加入了这个 拥有约1.7亿美国用户的平台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4月24日签署了一项法律 要求字节跳动 在1月19日之前 出售TikTok 否则将面临禁令 白宫表示 希望以国家安全为由 终止中方所有权 但不禁止TikTok TikTok和字节跳动 5月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寻求阻止拜登签署的法律 TikTok和字节跳动 都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评论请求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学校发生持刀攻击事件 导致8死17伤 美国之音中文网 警方说 中国东部一所职业学校星期六 11月16日 发生一起持刀攻击事件 导致8人死亡 17人受伤 一名前学生嫌疑人已被捕 江苏省宜兴市警方在声明中说 宜兴市无锡公益职业技术学院 当晚发生了攻击事件 并证实死亡数字 警方说 嫌疑人是21岁的该校前学生 计划今年毕业 但考试不合格 警方说 嫌疑人返回学校发泄行凶 已公认不讳 声明并说 作案动机还可能 对实习报酬不满 案件侦办等工作 警方说紧急服务已全部动员 救治伤员 未受攻击影响的人处理善后 中国枪支管制严格 暴力持刀犯罪并不罕见 但造成如此高死亡人数的袭击 却相对罕见 本星期早些时候 一名62岁的男子 驾驶小型 SUV冲撞南方城市珠海的人群 造成35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近几个月 还发生了一系列其他攻击事件 上海一名男子 10月份在一家超市持刀攻击 造成3人死亡 15人受伤 一名日本男学生 一个月前 在与香港接壤的南部城市深圳 被刺身亡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香港自由委员会主席郭明翰 英方应要求高官与黎之音见面 结束单独囚禁 美国之音中文网 曾担任美国驻港总领事的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主席郭明翰 James Cunningham 在英国访问 他特别关注 即将出庭做工的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希望推动英国工党政府 就香港的情况 采取实质行动 同时 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维斯特 Catherine West 又一位建庭 正在香港访问 他指双方贸易互惠互利 又关注香港的权利和自由 郭明翰在英国接连多天出席活动 在星期五结束行程前 接受多间传媒访问 他对美国之音说 欢迎英国首相斯塔默 Kir Starmer 又一师纪贤 指黎智英案件及香港问题 是他的政府的优先事项 英国外相拉米 David Lemmy 又一林德伟 上月访华表达了相同立场 又与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 郭明翰说 他在英国曾经会见一些官员 都有鼓励他们 将声明转化为具体行动 并开始与中国政府 就解决这问题 有认真的讨论 他说 因为有中方就主权移交 而承诺的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未来 有正式的责任 而中方实施国安法 正在违反联合声明 英方应要求高官与黎智英见面 结束单独囚禁 郭明翰提出 英方可以采取两个行动 第一 英国首相应该表明 不只是要领事探访 身为英国公民的黎智英 更是要争取如外相的高层官员 可以探望黎智英 他指 港方多次拒绝英方的领事探访要求 因此需要做出更高层次的政治要求 第二 英国政府应该要求 结束黎智英被单独囚禁的状况 因为他在狱中近四年 大部分时间为单独囚禁状态 郭明翰指 这不仅是违反国际法 也是 野蛮地对待一个76岁的人 他批评 这几乎是一个扣押人质的情况 香港控方在黎智英案开案陈词时 曾经指郭明翰是其中一名共谋 英外交官员访港指贸易互惠 关注自由 同一时间 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维斯特正在访港 他星期五在社交平台X指 英方智利与中国有务实且一致的接触 当中与英国有深厚而共同的历史的香港在内 他表示 香港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英方智利维持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 又指合作应该 而且可以为双方带来巨大的互惠利益 维斯特指 香港的权力和自由在香港国安法下被侵蚀 英国有所关注 而英国与香港有定期与坦诚的交流 持续聆听不同声音 是英方对香港及其市民的责任 他又说 在会谈有提到黎智英案件 英国会继续要求领事探视 并呼吁释放他 香港审讯期间举行金融峰会 香港会在11月18至20日 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而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 将于19日判刑 黎智英的审讯就在20日继续 郭明翰指香港选择在这些日子举行活动 是眼中钉和侮辱的行为 他说香港经济出现问题 香港政府尝试蒙蔽商界 低估在香港从商的危险 他说 我明白为什么香港要这样做 他们希望制造一切如常的假象 谁会关心这些审讯 我们关心这些审讯 曾见证香港乐观时期 赶香港是悲剧 郭明翰说 他于2005至2008年 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时候 是一个乐观的时期 当时香港是中国最自由的城市 他说 他与黎智英及其家人 有身后友谊 更令他对 香港的悲剧感到 伤心 他指 当时香港有着希望和恐惧 希望在 50年不变的 承诺期间 找到一种令中港两地 共同进步和发展的方法 而2008年北京奥运 亦是这种想法的一部分 香港为中国吸引外资 以及与西方世界 分享自己的文化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他说 不幸的是 这并不是习近平对中国或香港愿景 郭明翰指 习近平上台后 挑战国际惯例 在南中国海展示威力 加强对中国人的控制 推翻一国两制 种种都表示 他认为 现有的国际安排 只对西方国家有利 但美国 在近年才清楚了解问题的全貌 与美国两党合作 认知中国挑战本质 不过 郭明翰指出 在此之后 美国开始修正与中国的关系 他表示 拜登政府与前任特朗普政府 在如何发展美中关系的整体概念上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又说 他的基金会 与拜登政府 和美国国会 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推动参众议院两党 就香港和中国问题合作 他说 我们在新政府中 会有朋友 未来的国务卿 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一向大力支持香港的民主与自由 一直积极参与 华盛顿关于美国 促进保护香港自由 及释放政治犯的讨论 郭明翰又说 希望华盛顿和伦敦 都能够认知到 中国挑战的本质 他说 现实在不同国家 都广泛地有这种认知 不同国家 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 而欧洲 英国和亚洲国家 都达成了相似的共识 他们需要与中国 有合作关系 但同时也面对 中国本质上的挑战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 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 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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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